子宫严重脱锤案例 我今年63岁,2017年8月开始严重子宫脱锤,致肛门下约5厘米,腹部下坠感,胀痛,排液,痛苦不堪。 11月24日去医院检查,医生说子宫脱锤非常严重,保守治疗,无任何疗效。 建议立刻手术治疗,因为医院床位吃紧,医生建议回家等通知后再入院。 我与家人商量后决定不做手术,于是在家用各种方式调理,效果不明显。 直到2018年12月,经朋友介绍认识原始点,并来到原始点工艺站调理。 每周一次按推间锥和下背部原始点。 每天坚持喝姜汤,干姜片50克,逐渐增加到70克。 白天温敷5、6个小时,晚上睡电热毯,坚持运动温热性饮食,保持良好心态,即寒凉。 2019年2月19日,开始采用姜汤灌肠,每天一次灌三遍。 第一、二遍没有多久就排出体外,第三遍才可以滞留在体内部排出。 灌肠后,坠胀疼痛感稍微减轻。 3月20日,经志工老师指点改用姜粉泥灌肠。 每天一次60cc,没有排便的感觉,完全被身体吸收。 灌肠后,腹部感觉温暖舒服,温敷效果比姜汤灌肠好很多。 姜粉泥灌肠一个月后,子宫不再脱锤至体外。 坠胀疼痛感消失了。至此,我的顽疾基本痊愈。 感恩遇到原始点,感恩志工老师们,感恩张一时。